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傳媒頻道 何林說和大家主持這個金融圈秘密 吾經吾覺做了幾個星期 來到第四集 上個星期我們講過冰雕連 都出現在大陸的銀行界 有香港的銀行從業員上到瀋陽 哎呀 真是凍僵了 差點做了韓戰的冰雕連的戰友 這些戰友不做也罷了 因為冰雕就是等於收工 熬過了這麼嚴寒的天氣 都要去祭一下五座廟 今天就和Mr.T我們的嘉賓 在香港從事這個銀行業 也是中資機構中資銀行做了很多年的 Mr.T就是敬敬打招呼 Mr.T 你好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的 這個節目的網友都說 喂 不要讓他停 續集繼續來 我們會等 哇 壓力很大啊 老總 有什麼壓力呢 動力來的 不是壓力 人家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那首先多謝各位聽眾 觀眾先啦 那我們這個星期是不是講食 講食 我本來就流口水的 是 我都是制入五座廟嘛 你凍親嘛 凍親當然要出去補一補啦 那我知道呢 就是最近最近啊 最近呢 習主席啊 就呼籲大家要節約糧食 不要吃這麼大份 吃到自己 拿到自己的那份 吃完 吃完之後還有剩的 真是浪費成物 叫大家呢 真是 小份量 就不要拿這麼多東西吃 如果你大胃口呢 就按住你的胃口需要 千萬不要吃淨 因為現在要節約糧食啊 那有很多人解讀就說 會不會中國的糧食供應問題 不過這個是現在的情況 要講一下 你過去十幾二十年 在這個 就是由香港出差到大陸內地呢 你那個飲食的那個企業 都可以說是奇葩的遭遇 可以可以 或者又不用十幾二十年 我講講我最近這兩三年的經歷 其實講起都挺可怕的 因為本來就 想起吃完就流口水了 但我想吃到是作謊啊 喂 我吃不吃就最大惡極啊 Mr.T 哇 你判我罪啦 我真的很難撐啊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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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講下去就知道了 我想我們這次講之前 我們 因為你知道 我就算不是走遍大江南北 都走遍東南西北的了 其實 我們作為廣東人就由南邊講起了 好啊 南邊當然是廣東菜啦 就是廣東人 那你從香港回廣東回鄉下而已 有什麼大不了啊 哥 唉 我都不懂怎麼說 話說有一次 我出差去廣東啦 那廣東有個城市 都挺大的 那就是所謂南潘順那邊啦 那邊就自己想啦 那一去到 之前都講過啦 那些客人都會很熱情招呼你的嘛 那上去以滑不雪地去吃飯啦 因為我通常每次上去都很晚到來的 都是吃飯時間的 因為 一想就趙元松了嘛 那不想滑潮這麼久嘛 就好像張高麗那樣 趙元松啦 那不要到處唱就行了 唉 我都不想唱啊 但是這次真的不唱不行啦 不吐不快 要是真的要吐才行嘛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客人久不久我都上去見他 那之前呢 吃東西都很正常的 因為可能吃得太正常 關人家想著那次我上去 就給我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去享受一下 那他問我想吃什麼 那我當然是沒有意見啦 當作不如我們去吃野味啊 哇 一想到野味你也害怕啦 大哥我怕沙士嘛 那我吐了一下 然後醒目了 他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去吃蛇 蛇我又很害怕 因為我之前有些吃蛇的慘痛經歷 那我又再吐 那不如我們去打火鍋算啦 那當然好啦 想著去正路 誰知道去到呢 因為那次我和同事一起上去 那當然沒有意義 打火鍋這麼正常的東西表面上 一去到 那當然那客人點菜啦 那客人很興奮高賽 他點菜 然後一會兒就回來 喂 我今天特別點了一些特別的東西給你看 就兩斤沙蟲 一斤刺身 一斤就打火鍋 我聽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反應 沙蟲啊 是啊 你知不知道沙蟲是什麼? 老總 沙蟲 我們以前在那些 香港我們住的時候 在那些河流啊 或者是有一些叫做淺灘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住在新界嘛 我自己啊 會在那些叫做種田的地方 會常常附近有個沙灘的 那裡面捉沙蟲 那也捉過沙蟲 捉過沙蟲去釣魚那種沙蟲 那種沙蟲 畫面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沙蟲的刺身 就是淚近 淚近跟Mr.T 你說一下那次怎麼吃 又刺身 又什麼 又兩種沙蟲 打火鍋 你怎麼吃法 那又不選 你應該有得選的 沒有得選 兩種都要吃 不於無奈你知 我們出去 我經常都說 就是做大陸的事 要賺命搏的 就是無論是 衣食住行都是賺命搏的 上個星期 你也聽過我 在酒店那些經歷的 那現在說到吃呢 就是都是賺命搏的 為什麼呢 他說沙蟲刺身 我想起已經想吐了 但是 抵刀買來 不吃又不行 吃又不想 那怎麼辦呢 沒得不吃 就是怎麼想都好 那吃吧 其實他吃法 他說明是刺身 就像日本刺身一樣 混一些 他不是混一些芥末 他是混一些芥末的油 就是混一些豉油 那當然是不要理他 就是點多些 當不知吃什麼 折腦就算了 那吃得兩吃 那客人就跟我們說 他說 你試一下 找一塊 什麼都不要點 就這樣吃 很清甜的 很清甜的 哇 我真的 不聽他說就不行 聽他說 我又難受 但是吃下去 那一刻的感覺 我都 我中文差 真的難以形容 只是想吐 嗯 只是想吐 那我都還不算最慘 我剛才跟你說 有個同事一起上去的 是 那我的同事 很有商業操守 很有商業 很專業 為什麼呢 首先這個同事 他是吃齋的 但是那個環境 吃齋 他吃齋的 但是那個環境 那是沙蟲 那是齋來的 阿哥 不是齋啊 但是逼緣無來 這個環境都要吃 就是 我當時馬上想起 我不知道路中有沒有看過 出低俗喜劇呢 杜汶澤被逼吃這個牛器官 好的 牛的 特種器官 是啊 我馬上想起 哇 我吃完之後 我真的想吐 特別說什麼都不好 就是這樣吃 不吃又不行 吃又不是 你想像一下 就是這個吃這個 這個我真的 唉我都不懂得說 我現在想起 我都有點想吐 是 還有最慘就是 他從海裡拿回來 你也相信 上高的海幾乾淨 那他回來 又會把那些腸狀 挑了他 又會去沙 又經過很多同處理 所以吃下去 就應該當普通肉 那樣吃的 老實說 吃下去的口感 就好像那些象拔棚 就是軟了那些拔棚 那樣 但是當你想起 哇 在我們這麼偉大的 祖國的海裡 拿回來 骯髒 你怕不怕 我很怕 嗯 那就是很怕 我很怕 打門士菌 那些這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呢 我上一次不是說 我回來是 就是 養病的 除了養精神病之外 也都養這個病 我現在吃了太多 吃死自己 哈哈 這個就是 你出差 就是要 餵這個生意 就是 不惜犧牲你的餵部 的福利呢 就是 就是要嘗試這些奇珍異獸 除了吃沙菜之外 還有些什麼奇珍異獸 你吃過呢 奇珍異獸啊 那不如我們去四川走走 好嗎 去成都 好啊 成都有些什麼特別的菜式 成都就是麻辣的 是嗎 是麻辣 但是麻辣都很多花款 不只是麻辣火鍋 我以為呢 有一個成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成都有一個很出名的 他們只是說名菜 成都的兔仔頭 嗯 怎麼吃法 怎麼吃法 你又想不想到兔仔頭是怎樣的樣子 兔仔頭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兔 然後水尖尖 然後跟著頭小小的樣子 如果還沒死就有個兔耳 給你拿起兔耳 死了之後 兔仔頭就沒有了 是啊 跟著呢 就是頭上桌的時候 有四隻牙在你面前 就是 上下兩隻門牙咬門 咬了 咬了咬了 是啊 那他是不是 是怎麼處理 怎麼做出來的 他給你吃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次吃 就是麻辣 兔頭 麻辣兔頭 其實不是熱吃的 是室溫的 那次就很慘 為什麼呢 一上去 那些客人當然是很熱情 招呼你 我們這裡 除了這個麻辣火鍋之外 有一些成都特產 給你試一下 二話不說 一叫 叫了我 我想那次也有成 我想有成 八九個兔頭在我面前 哦 整盤上 哦 好像粗兵一樣 是啊 他圍在一起 然後可能 排得很漂亮 但是你想想一下 我們常常說人生熟狗頭 他是生熟兔頭 然後那些牙齒對著你 那個頭的方向對著你 你想想那個環境 你想想那些兔子 本來都挺可愛的 就算你不喜歡也好 你都很少吃的 雖然有人吃我也知道 但是 吃的是吃肚肉 很想吃肚頭的 肚頭 我當然不懂 我喝什麼好吃的 肚頭 你吃他的腦子 可以了 他說補腦 以形補形 嘩 你看見樣子已經很噁心了 其實我們有沒有照片 老總你有沒有照片 我們找到一些 紅鬚兔頭的樣子 這是一個示意圖 因為你吃那隻 那時候是麻辣的 又可能沒有炸到這麼紅 唉 我都不會說 總之 我現在不想想像以前是什麼樣子 總之 你想像一下 那些兔子牙 大兔牙對著你 跟著頭 好像看著你 你想像一下那個環境 多噁心 多噁心 這些 這些 在加拿大 都是不會吃的 加拿大很多套 無論是 家裡養 或者野兔 很多都是用來 觀賞 用來 裝寵物 要養 或者 有得它在 野外 自然地方 就通街走 真的沒有人想過去吃一套 在中國的國情下 總之就是 背著朝天的 全部都是吃的 特別是廣東人 是嗎 除了一樣東西 老總 你講了什麼 每隻朝天都吃的 除了板凳 板凳 板凳 人家的酒樓 做了什麼 坐在酒樓 用來打架的 那些 哦 大排檔的板凳 是 是 又是 背著朝天 是 那 那你在廣東 廣東 你剛才走到成都 吃了一些麻辣的兔頭 那我們的視義圖 就是那些 紅酥 就是紅酥的兔頭 那 除了這樣 你還在內地 還有什麼特別的食品 值得說說 文所未聞呢 我當然可以說 但我也可以補充 上次我們不是說有關飲酒的嗎 是啊 話說那次 有一次在成都出差 那位客人有熱情款待我 他說 我們現在有個沙龍 你上來一齊 他招呼我喝紅酒 他就說 哎 喝啊這瓶紅酒 很美的 兩萬元一瓶 那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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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辣媽 他說 這是澳洲紅酒 來的 兩萬元一瓶 那我當然就馬上喝幾杯 說喝幾千元 喝幾千元 先放肚子 不要吃虧 但是 反映他們裏面的人 其實我真的不覺得 有什麼特別好喝 我小弟都喝過一些 所謂好的紅酒 試過 但是我又不覺得那些是到這樣的程度 雖然我 我不會喝 我完全不會喝 不過我又覺得不值 沒有的 喝排場 吃排場 那你自己 沒辦法 看味到這種高檔的 飲宴的享受 你入不了他們的氣氛 是不是 Mr.D 是 最慘的 請我喝這個 兩萬元一瓶的紅酒 那是大媽 真是大媽 不是開玩笑 大媽 陪你去紅酒 是啊 那你說 上個星期我可以做鴨 你說是不是 做鴨是其中的 陪你走 你都很辛苦 你的精神和肉體 一起受到煎熬 哈哈 是啊 一出去 唉 我都 頭都行 想起 有一點做鴨的心情 就是 皮肉之苦 不太好受的 你知道 那波發 你這些客人 又不到你選擇 人家給你生意做 你走去出差 人家盡了地址之宜 而什麼都拿出來招呼你 那你就沒有辦法無福銷售 喂 說一下 你吃了這些這樣的 去到四川成都啊 這些這樣的地方 那有沒有試過那些 我們講上天下地啦 飛禽走秀啦 有沒有那些 會飛的那些東西你吃過呢 會飛啊 那就是雞鴨鵝 不要說那些這麼普通菜啦 即是又會飛又會叫 又會飛又會叫的 是 會飛 我想到一件事情了 不過那些是未成年的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要 今次帶你去到東北去瀋陽 我也去 我們去瀋陽 故地重游 好 話說我去到瀋陽之後 你知道瀋陽是很多 以前關係好的時候 很多韓國人在那裡開工廠 是 那很多韓式火鍋 譬如我們香港吃的那些 那些韓式火鍋 燒烤也有的 是 話說去到 去到當然是大飲大食的啦 不用說 就算你不想也要被迫的 去到那裡去到 韓式燒烤 那他除了一般東西之外 當然是有些中國特色啦 那我看到有些 咦有些這麼大的 一顆像蛹一樣的 蟲蛹一樣的 那我接著問他是什麼 他說是蠶蛹來的 他說是蠶蛹 蠶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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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成人的手指弓那麼大 整顆 是 那怎麼吃呢 我們那次吃就像韓式燒蝦一樣 總之你吃幾顆就扔下去 燒到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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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蝦蛹好酷呀? 是啊 嘩 不太大 很糟糕的樣子 你吸着Les 為什麼叮嚓秛逐嚓的呢? 它不是感覺它的反應 喬真的是用過著 可以道醒那些 就是叫做是那些 渴染由風吹 或者熱涼呢 弄得他有些 有些用來感覺到動 不是生命的 但是可能壳的壳本身受到熱風影響 所以讓你感覺到有聲音 肯定不是 有聲音就燒到哩哩不哩 但是動的時候 我們從什麼魚動的 它就是從魚動的動法 你還沒入口之前 很噁心 我想起了我覺得很噁心 所以我只是想吐 接著不吃又不行 吃下去嘩 大佬真是難受到 吃下去嘩 不是只有喝的 是有肉的 當然不是肉 吃下去 你想像一下 你吃下去嘩好像爆漿的感覺 哎呀 你不要認得這麼具體 今天如果有網友在看金融圈秘密在開餐 就真的會反胃的 哎呀我忘了警告聽眾觀眾 是 如果 如果在吃飯的話就可以暫停 或者是吃完再看 哈哈 或者如果覺得不適合的話就算了 是 所以這個disclaimer 我們不是刻意令到大家不開胃 不過這些是屬於金融圈的人士 在國內出差的時候的親身經歷 這次在東北吃韓式火鍋 韓式火鍋 韓式火鍋 少校 吃了這個蟬蓉 是不是 今天吃了幾顆 你還記不記得 吃了幾顆 我一顆都嫌多了 哈哈 哇真的 你這樣餐餐出餐 你就是吃不飽了 這樣搞法 哈哈 幸好有其他東西吃 但是最差的有時候你不想吃 吃的好吃的好飽 然後 他還告訴你 他還告訴你 撞羊 哈哈 你怎麼撐啊 大哥 這麼大條道理 哈哈 是啊 你知道國內的人 不是豐空就撞羊了 所以你記不記得 前幾年 不是有很多人 在這個新界那裡掃一些 維他檸檬茶和伊力多 噢 他們有原因的 他說伊力多是豐空的 一個維他檸檬茶 要維他就撞羊 噢 拿個音就可以了 不知道啊 總之他說維他檸檬茶 是撞羊 這個伊力多是豐空 所以為什麼 你整個箱 整個箱 一板一板地買上去 噢 我那次吃蜆檬茶 我說 吃啊 壯仰啊 大哥 我不用壯仰 我好厲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幾個男人去出差 大家都在那裡大談這些壯仰經 但是如果有女士在座 你們都很難講這些了 不是啊 那個女士吃蜆檬茶 吃蜆檬茶 吃得好享受 噢 他們可能 有女士在那裡的 噢 都照吃 照吃 還好吃 還晚說好吃好吃 好吃 高蛋白 噢 不知道有沒有根據呢 這些 這些還沒經過醫學的科學證實 我們傳聞說高蛋白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網上搜尋一下這些準確的資訊 我們就沒有辦法 保證它是不是高蛋白 但是你沒想到一個女士可以這麼勇敢 還吃得好享受 說很棒啊 不要預料我吃一粒都要不多 唉呀 想起來很難頂 每個人的口味 每個人的口味不同的 是啊 有些地方吃這些都視為一種享受 就是難得一吃 還要高價去消費 那別人招呼你 你無福消瘦而已 Mr.D 唉這些受不受都算了吧 你不是享受 你是忍受而已 真的忍受著 不是開玩笑 是啊 你出差 出差真的被迫要應酬這些 沒有辦法 因為 他最慘的 在他的心目中 找些最好的來招呼你 是 那你還想怎樣呢 他聰明你啊 壯陽啊 你想怎樣啊 是啊 千金難買 現在送到你面前 招呼你啊 真的 益你不用你 不用你給什麼代價啊 真的 你只需要慢慢嘴咀嚼 嘴咀嚼 你不要玩我了 老總 嘴咀嚼 吞都吞不折 像吞藥丸一樣 但是你知道那個蟬湧 你猜到我不是 那隻手指弓那麼大的 是 叫你吞到手指弓那麼大的 藥丸你會怎樣呢 你不吐就說 吐的啊 很容易 吐喉 當然啦 哇 然後爆章那一刻 真是難受的 真是 誰知道那個女士 就很享受我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為什麼 我真的受不了 那個女士是國內的 是不是 國內 可能她等著吃這頓等很久了 我不懂得說 我總之 就是他們吃盡其真意受 但是我就不懂得享受 那除了這種會非的 據你跟我說過 好像又吃了一些香肉 你在哪裡吃香肉這麼厲害啊 唉我正想說 你吃蟬肉也不是最難受 就是最多一顆就算了 吞了去 是咯 香肉 我不知道各位聽眾 知不知道香肉是什麼呢 說之前 我想我給大家三秒鐘警告 不聽就不要聽了 要是牽涉這個 三六 就是狗 就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是啊 最慘的是 我家裡也有養狗的嘛 那時候去吃狗肉 你想想那時候多難受 你那次去哪個湖吃這些美食 去吉林的長春 哦 說你那些東北的真禽異獸 你都常遍不少 幸好現在不用再上去 現在再上去可能吃了熊掌 是啊 冬天 那次什麼場合 就是客人 或者是國內你那些同事 或者有其他的特別招呼牆 就是吃這隻 三六 那次呢 就是那些同事招呼我們去的 那你都說得對 牆是頗特別的 一是他帶我們去一間北韓的菜館 北韓 北韓的菜館 是啊 就是在吉林裡面的 在長春裡面的 但是是北韓開的 那當初我不知道是吃狗肉的 那去到那你帶我去哪就去哪 我都沒什麼選擇的了 一去到其實有其他食物 但是那些同事呢 那些同事呢 晚上又想用我 欸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叫 老總你怎麼叫 來給你 吃不下的 唉 我現在不是叫你吃 我叫你點 我知道 北韓有犬決的 是啊 所以你說害不害怕 一個人不害怕 一個人不害怕 咬了一個金正恩的孤掌 你什麼鬼 然後給你一隻狗吃 你不害怕嗎 是啊 那隻狗可能已經犬決過 押個人 然後做人類的食物 然後送到你桌上 想起都無管動 是啊 最慘的 我真的問他 這是什麼狗 他說我的狗北韓 嘩 我聽完之後 我還害怕 我真的害怕 我很害怕 接著你叫我吃 怎麼吃 好了 吃不下 還吃不下 然後他還是要叫 你叫你就叫 反映我就不太想吃了 對著你 他真的有點脆皮 好像燒乳豬一樣 有些賣相 我當然盡量不夾 誰知道你不要以為你不夾 就行 許夾給你 嘩 聖情難却 是啊 是 真的聖情難却 他夾給你 然後叫你 嘗嘗嘗 很好吃的 嘩 嘩 嘩 吃又不是不吃 我吃到嘴裡之後 即是 即是 那個感覺呢 我當場想吐又不是 又不吐得出 是 想回你家裡的狗 即是怎樣 嘩 嘩 那一刻我真的 你做了背叛你朋友的行為 哈哈 是啊 其實我最怕的是什麼 我最怕回來 被我的狗咬我 是啊 那些江湖傳聞說 如果吃過狗肉 這個吃過狗肉的人 去到哪裡都會被狗聞得到 它這麼脆 所以會追它來咬 唉 這個我不知道真是假 但是總之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自己有養狗 老總你有沒有養的 有啊 我以前有養狗的 我在香港養狗 還不是把那隻狗 移民到多倫多 就是 你又這麼好對那隻狗 接著現在去到那些地方 要你吃那些狗 哇 你想像一下我當時的心情 不是矛盾 簡直就是這個 我都不懂形容 我的中文真的差 要補習一下 就是 就是 後來怎麼打完搶 在骨寒的狗肉館裡面 就是 你之前想後 又耐心老交戰 跟著又不斷 就是 跟你夾菜給你 不斷夾 也不是夾菜 夾些肉給你 又紅燒 又什麼 又說幾種吃法 那你後來怎麼敷衍過去 就有沒有說 喂 我 不頂不順這些東西 我真的沒辦法吃 有沒有 直接講清楚 還是 到最後都是 敷衍兩句就算了 就是 吃一塊半塊 那 就是吃一塊那麼多 跟著就 飽了 還不飽 想吐 你這個 很難不頂 你這個議員都很慘 真的 出賣了衛暴 很嚴重 我現在回想你 真是很慶幸 現在不用再上去 如果要我再上去 我想我真是 真是 舉手投降 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要遇我 嗯 我想你下次 如果真是 假如回去 內地公國 我想你帶著 十雙八雙的那些公仔麵 到時是 自貶 在酒店住公仔 吃公仔麵都夠了 不要再來這些這樣的 就是你自己 吃到背脊骨落的東西 吃不下也沒有背脊骨落 又不行啊 老總 你忘了我上次跟你說 為什麼 酒店的鍋煲不到水的 哦 哦 用來盛製一些人類的 一些 用來消毒 用來消毒 哎呀 真是 走到那裡也是這樣 住到那裡也是這樣 吃到那裡也是這樣 你這個從業員 真是 真是 真是身心都受到 很大的衝擊 是啊 所以回來都說 不只是 優養精神分裂 優養身體 肉體本身都要優養 都要復原了 要不然就快死了 是 真的 這種這樣的做法 你在香港做這行的時候 已經這樣 到今天一樣是這樣 就是說 那個國家呢 中國大陸這個 在中共之下 都是這樣的方式去發展 那些人的食物 對於食物 對於寵物 對於一些我們和世界其他地方 就是飲食文化呢 就是有很多蔥的地方 他們一概不理 當然吃狗肉呢 就不是就是中國獨有的 韓國吃啦 北韓吃啦 越南都吃的 好像東亞有幾個國家 都是吃狗肉的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剛剛你說的一定有 其實 其實我也不會說的 總之 我也不知道說 我們自己是進化了 還是他們還是這麼落後 總之就是你今時今日叫我吃呢 我真的 我真的有些 我真的有些 近不下了 但是要焗近 你想想焗你近那一刻 你幾難頂 是 那講到九月 我們這裡展示的照片呢 就是一些示意圖呢 就是一些 一些香辱的一些 就是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 就是 就是純粹是示意的 那如果有任何冒犯 各位養狗人士 愛狗人士呢 絕對不是Mr.T 和這個本節目製作的原意 只不過是我們 作為一個展示 這些草毛狗道的行為 草毛蟬道的行為 草毛蟬道的行為 草毛沙蟲道的行為 那就是想 不止那些動物昆蟲受害 連去做這行 回到國內公幹 它都是受害人來的 大家應該認清這個事實 是吧 Mr.D 是 我已經被害得很慘了 我現在身心俱疲了 所以回來養病 我都說 是 是 好 我們 有沒有補充呢 吃得這麼絕核 這麼奇怪 令人匪夷所思 這些都是中國的國情 到今天都越演越烈 有沒有講漏呢 這次奇珍異獸 所謂上天落地 食盡這些這樣的 我們對普世價值的人來講 覺得很難頂也很難想像 有沒有講漏呢 或者我記錯了地方 我暫時記得這麼多 但是我印象中 就是奇珍異獸人不是這麼少 我吃了 就是被迫吃的 不過還是不要講絕了 我怕聽眾的觀眾會走光 我也擔心影響食慾 令到我們很多外戶動物人士 會走來抗議 其實就是再重新 我們這個節目的原意 並不是鼓勵這種這樣的食制 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 希望大家明察秋毫 好 今天就是請Mr.T 跟我們講一下他作為從業員 金融從業員 回到中國大陸的一些飲食奇聞 這些奇聞其實都是一個苦經來的 都是十分之不安樂的 只不過是作為一個事實披露給大家知道 很多謝Mr.T 今天接受荷蘭幕的訪問 也都希望大家支持《國港傳媒》 訂閱、訂閱、按鈴鐺 如果覺得好看的節目 想知道多些有關港傳媒的一些 其他的資訊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計劃 分享、按鈴鐺、按鈴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國港傳媒》 今天就Mr.T講了這麼多 期望有更多你的見聞和資料 可以和我們的網友分享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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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 千萬不要客氣 多謝各位觀賞 都說不上上字了 可能觀看大家都很辛苦 多謝各位支持 好 下次節目再見大家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